咱们今天来说一起发生在黑龙江省败犬县的凶杀案 2015年6月25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败犬县公安局 接到了这么一起报案 报案的姓徐 咱们跟他叫徐雷 他说他的爱人失踪了 他爱人呢姓李 咱们叫李雪 说这李雪啊 23号晚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说跟网友去克东县看电影 通完电话之后人就失联了 这两天呢一直在联系李雪 但是联系不上了 到了25号这眼瞅着快两天了 心里边着急啊 这就赶紧报了案了 对于公安部门来说呀 每天啊都有可能会接到这类失踪的报案 绝大多数情况之下都不会是什么刑事案件 所以警方一开始呢 也不会按照刑事案件立案侦查 而是先搜集监控 然后呢帮助寻找失踪者 其实啊 在之前啊 有一些现实情况会让警方也感觉到有些矛盾 有些别扭的地方 如果说立案 那么证据不足 立不了案 按照程序 这是不可以的 但如果不立案 很多侦查措施 你也没办法展开 也是因为相应的规定 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啊 在当年的时候 黑龙江省公安厅呢 就出台了一个关于立案侦查的规定 就是一旦有人报失踪啊 有这种刑事案件的可能性 那么就按照刑事案件来侦查 但是呢 先不立案 这样呢 既能够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负责 另一方面呢 也符合相关的规章制度 那么哪几种情况啊 是要按照这个刑事案件来进行侦查呢 第一个是失踪超过24小时的 第二个是未成年人失踪 第三个是女性失踪 这起案子 这就符合女性失踪的特点啊 根据这李雪家属的反应 民警很快就在监控里面 找到了李雪的踪迹 李雪啊 是在当地的一个影楼上班的 据影楼的工作人员说 说李雪啊 当天去影楼上班去了 差不多下午四点半左右 下的班 下班以后就走了 民警又顺着他走的这个轨迹啊 调阅了沿路的监控录像 从录像里呢 还真看不到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李雪下班之后 慢眉悠悠的往家走 也没有什么神色慌张的举动 也没有发现被人挟持的情况 只是这李雪啊 在马路边有过短暂的停留 可能是在挡什么人呢 之后呢 就打了一辆出租车走了 这时候李雪就没有踪迹了 因为这出租车路过的地方啊 有的地方啊 是没有被监控摄像头覆盖到的 所以想着继续沿路 追踪这辆出租车的行驶轨迹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李雪下班应该回家呀 那么在他小区门口会不会能找到李雪的影像呢 李雪家小区门口啊 还正好有个监控摊头 警方终于在监控里面看到了李雪的身影 李雪呢 是到晚上六点多坐一辆面包车 在小区门口下车的 照理说 从四点多到六点多 路上花两个小时 那不可能一定是中间干什么事去了 这李雪小区门口下车之后 手里边啊 拎着一袋东西 进到小区里边 差不多也就一分多钟 就又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又上了这辆面包车 他一进一出的时候啊 面包车呢 就一直在这儿等着 上了面包车之后 车呀又开走了 那么根据这现场的情况来判断 李雪这时候肯定不是被人劫持 被人绑架的 因为李雪是自愿下车 自愿上车的 是那种从容不迫的 民警啊 既然发现了这辆面包车了 那么接下来就以车找人 寻找这辆面包车的踪迹 一方面是查找这车的踪迹 另一方面呢 警方啊 就找到李雪家人 了解李雪的一些生活情况 包括一些啊 社会关系 李雪呢 在影楼上班 他的职位是一个化妆师 家里边条件呢 非常一般 但是说呀 最近李雪在外边吃吃喝喝的 花销特别大 他的家庭条件没那么好 在外边吃吃喝喝的 这是涂了什么呀 家人就说呀 说李雪呢 也跟家人说过 说多认识几个网友 认识点有钱人 这样朋友圈能扩大一点啊 以后我就能挣大钱了 多个朋友多条路吗 说最近这李雪呀 经常见一些男网友 不过这李雪毕竟结婚了 孩子都五岁了 他经常见男网友 这个事儿 其实有点不太对劲 对吧 通过对李雪家属进行询问 哎 更奇怪的是什么呢 他的家人包括他的丈夫 对他的这些行为 那是完全知情的 那他的丈夫徐雷 怎么心这么大呢 徐雷啊 就说最近这两个月呢 李雪总是出去喝酒去 大晚上的啊 一喝喝到大半夜 十二点一点才回来 你只要问他 你跟谁喝酒去了 啊 跟同学 跟朋友 跟网友 啊 一点也不避着徐雷 甚至他会告诉他的老公徐雷 我呀 跟哪个哪个男网友 看电影去了 案件侦查到这儿 了解了这些情况 民警都想 这是不是就正常的失踪啊 没有遭遇什么危险呢 因为李雪 这社会交往太复杂了 是 尽管跟自己的丈夫啊 喝酒也坦白 看电影也坦白 但有没有可能 这一回跟网友出去玩去 是不愿意告诉他丈夫的 毕竟在一般的家庭里面 这种事情啊 作为丈夫 那肯定是很反感的 也许这李雪是怕家里人反对呢 手机关了 玩几天就回来呗 警方啊 当时确实有这种考虑 不过再一详细了解 发现这事啊 没那么简单 因为李雪失踪期间 整赶上女儿过生日 你哪怕跟网友出去玩去了 女儿过生日 不可能不回来吧 甚至连个电话都不打 这李雪的女儿啊 刚五岁 平时两口子把这女儿 那是当做掌上明珠啊 过生日了 都没跟家人联系 警方就感觉 很可能还真是出事了 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在女儿过生日的前几天啊 李雪还说了 要带着女儿到外地 去玩两天 散散心去 票啊 都订完了 但是失联之后 彻底没信了 那票呢 也没退 这一系列的行为 都挺反常的 随着时间推移 警方啊 又对这李雪的失踪 有了一个新的推测 有没有可能 是家庭有着剧烈的矛盾 夫妻有着剧烈的矛盾啊 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情况 那就是丈夫徐雷 把李雪给害了 警方啊 把这个猜想啊 先跟这李雪的父母 沟通了一下 李雪的父母说 不可能不可能 他们小两口啊 关系好极了 不可能这徐雷 对李雪如何如何 越这么说 警方啊 越感到担心 妻子频繁的 跟男网友约会 甚至有可能 都发生过那样的关系 也不怕丈夫知道 丈夫挺坦然挺乐呵 可能吗 之前咱不说了吗 这李雪的丈夫啊 说当天李雪 给他打电话 说是和网友 去临近的克东县 看电影了 那么 到底他们去没去克东县呢 警方啊 决定调取 所有出城方向的监控录像 来一一的比对 那么 这一次 能不能在监控录像里 发现什么重要线索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警方呢 调取了所有出城方向的监控录像 之前 这徐雷不是说李雪 给他打电话 说跟网友 去旁边的克东县看电影吗 那就看看 他到底有没有 出这败权县 在败权县东边的交通卡口那儿啊 截取到了一张特别清晰的照片 车牌照也能看得见 警方呢 就清晰的看到 除了司机之外 李雪 坐在车的副驾位置上 经过家属辨认 确认这就是李雪 警方立刻安排民警去找这辆车 查到车主是谁 把车主找着了 这车主呢 人在外地呢 说呀 我在外地呢 车呀 在家里边呢 我也不知道是谁开的 然后警方就又找到他家里边 这家人就说呢 把车呀 借出去了 借给了一个姓王的 那么警方是费尽周折 又找到了这个当天开车的这个男的 他呢 姓王 叫王冰 但是这王冰啊 不配合 这让警方就有了怀疑 也许这王冰就是这起案子的关键人物 因为不是那交通卡口拍下清晰的照片了吗 找到这个王冰之后这一对比 当天开车带走李雪的就是王冰 警方把这照片拿给王冰这么一看 王冰知道在抵赖下去没好果子吃了 这才接受警方的询问 王冰说呢 大概半年之前是通过朋友认识李雪的 警方就问王冰啊 那你当天跟李雪是去干啥去了 我给李雪打电话 然后李雪说想去客东看电影去 从监控视频上来看 当天下班的李雪确实在路边停留了一会儿 像是在等人呢 最后也确实接了一个电话 就走出了监控区域 王冰啊 说当时去接了李雪 李雪呢 把买的菜送到家 然后跟他一起去了客东 从买菜到送到家的过程 这就符合警方 在路口在路上调取的监控录像了 因为上期节目咱不也提了吗 这李雪从车上下来之后啊 进到小区的时候 手里边是拎着一兜东西的 大概一分多钟就又回来上车了 目前来看 这王冰没说假话 所有的这个描述啊 都可以在监控之中得到印证 王冰说呀 当时呢 看完电影 俩人呢 又去爬山去了 差不多晚上11点左右 就开车回到了败权县 根据王冰的叙述 警方啊 迅速调取监控 果然在相应的时间段 找到了王冰开车进城时候的 掐口照片 而李雪当时就坐在附加位置上 王冰说呀 回来之后呢 开着车 把李雪送到家 送到李雪家小区门口 就是王冰当时接李雪上车的那个位置 王冰把车停下 李雪下了车 然后这王冰看着李雪回家 就开车走了 之前这王冰的叙述 都有这监控视频能够佐证 所以这回呢 警方啊 就打算再调李雪家小区门口的那监控录像 来进行一个印证 可是这时候啊 意外发生了 那是29号早上 警方呢 就去李雪家小区门口 想调监控录像 看看是不是像王冰说的那样 那天晚上他把李雪给送回来了 去调取录像的时候啊 发现监控探头 包括存储录像的那移动硬盘 还有硬盘的那录像机都给丢了 前两天警方调取监控的时候 还好好的呢 怎么今天来调取 这机器就都丢了呢 这丢的时间太蹊跷了吧 而且这里面的内容是最重要的 把信息反馈到上级领导那之后 警方啊 开了一个分析会 就琢磨着啊 这小偷呢 能把这个监控系统的硬盘给偷走 说明这人具备这方面的相关知识 第二个呢 就是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特殊情况 怕在监控里面暴露出来什么 之前当地啊 也出现过盗窃监控硬盘的案件 但这回这硬盘丢失太蹊跷了 丢了现场最关键的那个硬盘 这硬盘一丢 就导致王冰到底有没有送李雪回家成了迷了 那么王冰此时此刻犯罪嫌疑也就上升了 同时啊 警方也认为除了王冰有嫌疑之外 也有可能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知道公安机关在调查这东西呢 所以把这监控偷走了 甭管是谁偷的吧 这监控系统硬盘的那个存储位置啊 一般人是不了解的 要偷的这么准确可不容易 所以警方决定 对权限所有有过此类工作经验的人 进行一个排查 这时候发现呢 王冰没有过此类的经验 但是有一个人 有这类的经验 从事过相关的专业 谁呢 那就是李雪的丈夫 徐雷 现在徐雷的疑点 也越来越上升 犯罪嫌疑人 现在已经能够锁定 就是王冰和徐雷之中的一个 既然这监控找不到了 那通过其他的方法 能不能证明谁在说谎呢 能啊 这王冰不是跟警方交代了 他跟这李雪开车回败全县城的时间路线 怎么把李雪送到家 他又怎么自己开车回家的 那么按照他交代的 警方就每一个路口 每一个路口的啊 调查录像 把录像调取出来之后 掐时间 就是他从这个卡口 到另外一个监控卡口那 用了多长时间 警方呢 在进行模拟实验 开着车 按照正常的速度 看这个时间 是不是能够吻合上 最终证实 这王某啊 没有撒谎 他的这个行驶轨迹 行驶时间 都能够吻合 并且都是一个正常的速度 警方就又把李雪的丈夫徐雷 找过来问话 因为经过警方侦查实验 不是证明王冰 说的是实话了吗 那么这李雪就应该回家了呀 但徐雷呢 就坚持说 李雪当天晚上没有回家 那么这李雪 到底是下车之后 还没进家的时候失踪了 还是说进了家之后 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这时候警方就又想到了之前 这徐雷对待李雪 经常见男网友 这种匪夷所思的态度啊 这徐雷呢 也有自己的解释 他说呀 嗨 李雪 经常跟男网友出去 吃饭喝酒看电影 经常深经半夜的回来 其实我不反感 因为我比他呀 大五岁 什么事 我都让着他 再说了 李雪呀 这是为了扩大朋友圈 扩大交际圈 最终也是为了挣钱养家嘛 但是民警始终就觉得 徐雷 他的这个思维 他的这个解释 不符合一个正常男人 对待这种事情的态度 因为太冷静了 但警方目前对徐雷 仅仅是怀疑啊 仅仅是推测 现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距离 如果这徐雷说的话是真的 就是李雪那天没回家 那么李某下车的那个地方 到他自己家门口 顶多也就五十米 这么短的距离里 会发生什么事呢 如果发生不了什么事 那他就是回家了呀 这时候警方在意联想 如果说李雪回家了 为什么徐雷 从二十三号到二十五号 过了将近两天 这才报案呢 会不会真正出事的地点 就是在他的家里呢 就在这时候 王冰又给警方提供了 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么王冰又给警方提供了 怎样的线索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就提到了 就在警方权力侦破的时候 那王冰呢 又给警方啊 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 他就说呀 当时呢 我跟李雪看完电影 回家路上啊 李雪就一直在用手机聊天 跟谁聊的我不知道 我也不方便问 我就没问 警方这时候就想 有没有可能 这李雪用手机聊天的那个对象 他是知道李雪的行踪和下车地点的 于是很可能 跟他聊天的这人 就在李雪小区门口等着他呢 这时候警方啊 就在那琢磨着 有没有可能 当天晚上约李雪的不只是王冰一个人 随后警方就跟李雪的闺蜜 跟李雪的家人就了解情况 说李雪呀 在半年之前 认了一个干哥哥 而这个干哥哥呢 也姓徐 咱们跟他叫徐峰吧 你看 这风雨雷电 基本上都凑齐了啊 周围的亲友就说呀 这干哥哥徐峰呢 前一段时间 几乎是天天的请李雪吃饭 还总是聊一些特别暧昧的话 有好几回都试探性的想跟李雪发生性关系 但是李雪呢 一直没同意 不过李雪把这事啊 跟闺蜜也说过 那么当天李雪联系的会不会是徐峰呢 出乎警方意料的是 甭管是李雪的同事还是家人 包括丈夫徐雷啊 都认识这干哥哥徐峰 也知道这李雪经常跟徐峰出去 据说这徐峰啊 管李雪管的 比李雪老公管的还严呢 如果说这李雪 要是跟别的男网友 或者别的男人在一起 那这徐峰就气得都不行了 这样就符合警方前边分析的情况了 那就是啊 你跟别人出去看电影去了 是吧 让我知道了 那我就得在家门口看看到底是谁送你回去的 你到底是跟谁看的电影 正在警方对徐峰进行调查的时候 李雪的家属啊 忽然接到了李雪打来的电话 您各位该说了 要怎么着 哦 这李雪没事啊 那么谁接的电话呢 是李雪的姑姑 这电话一接通 对方直接就说 明天你过来的时候 把我那牛仔裤捎来吧 这姑姑一听 懵了呀 虽然对方呢 是个年轻女孩子的声音 是个年轻女孩子的声音 但还是感觉 不像李雪 姑姑就问 你谁啊 对方就说 我小梅子呀 这李雪的小名呢 就叫小梅子 随后把这电话就给挂了 等姑姑再打过去的时候 可就不接了 现在这李雪失踪快二十天了 所有人都在找李雪呢 莫名其妙 突然就来了这么一电话 这也出乎警方预料 警方当时都感觉 心里边有点放松了 是不是这李雪真是没事啊 是不是要回家了呀 当时这个电话呢 是从内蒙打过来的 警方接到消息之后 马上派了一组民警 到内蒙古去核实情况 之前警方认为 李雪遇害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一通电话 给这警方也带来了希望 实际上警方也愿意啊 这失踪的千万别出什么事 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 很快 这个电话的机主就找到了 那这电话 是不是小梅子打过来的呢 还真是小梅子打过来的 不过这小梅子不是那小梅子啊 赶上都叫小梅子了 不过不是李雪 要不说无巧不成书呢 这个小梅子呀 是想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 自己妈妈的手机号 和李雪姑姑的手机号 只差了一位数 按错了 打错了 这才打到了姑姑那 姑姑一问你叫什么呀 我叫小梅子呀 这就又对上了 之后为什么又不接电话了呢 是因为发现打错电话了 怕被别人骂就没接 哎呦 感情这是闹了一个误会 费尽周折 这电话竟然是一个巧合 甭管是警方还是李雪的家人 刚感觉有点希望 这一下啊 又熄灭了 就在这时候 对徐峰的调查 取得了进展 徐峰住的那小区呢 门口也有监控 一查这监控 发现那天哪 徐峰差不多是晚上七点左右啊 开车回来的 停下车之后上了楼 上楼以后可就一直没下来 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 这才下楼开车又走了 这样就直接排除掉了徐峰的嫌疑 王冰的嫌疑也排除了 徐峰的嫌疑也排除了 唯一没被排除的 就是李雪的丈夫徐雷 不过现在警方还是没证据啊 民警这时候就想 虽然那小区门口监控的硬盘被偷了 那调一下周边的监控吧 看能不能找到出司马迹 除了查监控 还有一路民警呢 就是走访摸牌呗 正好这一天说起来也巧 正好看见这徐雷呀 骑着他们家电瓶车出来往东走 民警一看是他就开着车 从后边悄悄的跟着 看看这徐雷到底要干啥去 徐雷呢 到了一个村子的时候停下来了 不过停下来之后可没下车 俩腿啊就支着地 就坐在那电瓶车上 往这右前边的方向 那是一块地 就往那里边瞅 徐雷看了一眼 马上掉头 又回来了就回家了 随后啊 警方就认为 他到这一定是有特殊目的的 经过连续好几天的跟踪侦查 发现只要是下过雨 徐雷一定到这看一眼 就在这时候 负责查看监控的民警 也带来好消息了 说24号晚上11点零几分的时候 发现了疑似李雪家的一辆三轮车 三轮车从远处过来的时候没开灯 只是到街口的时候晃了一下大灯 经过比对 这监控里出现的这三轮车 和徐雷晚上去夜市摆摊用的三轮车 很相似 而且这辆三轮车 当天晚上出城的方向 正是徐雷每回下过雨之后 去看过的那片空地的方向 这三轮车 是当天晚上11点多出去的 第二天凌晨一点回来的 如果说凶手是徐雷 那么他这大晚上出去 应该是去抛尸了 徐雷的嫌疑越来越大 最后警方啊 决定对徐雷家进行勘察 在卧室里面 就发现了一处特别不起眼的血迹残留物 还有一处特别不起眼的被擦拭过的痕迹 经过DNA比对 证明这血就是李雪的 在这么多铁证面前 徐雷啊 知道抵赖不管用了 还是承认了自己杀害妻子李雪的犯罪事实 那么这徐雷为什么要杀李雪呢 徐雷就说呀 和李雪结婚之后 李雪呢 一直是比较开放的 社会关系很复杂 总是跟异性啊 跟网友啊 跟什么干哥哥呀 出去看会电影 吃吃饭 喝喝酒的 作为徐雷来说 他心里边他没个痛快 他难受 他生气 对这李雪啊 多次归劝过 你不要出去了 咱俩好好过日子 不好吗 你说是为了给咱们挣钱养家 我多努力挣点钱啊 咱们踏踏实实的多好啊 但是不管用 那天晚上啊 李雪回来之后又挺晚的了 徐雷呢 就又劝他 哎 这李雪还跟徐雷吵起来了 一时愤怒之下 这徐雷可就杀害了李雪 案发以后 徐雷啊 把李雪的尸体 就埋到了那片空地那 把李雪的手机 各种随身物品 该丢的丢 该藏的藏 把他们住的那房间 也就是杀害这个李雪的房间 重新粉刷了一遍 掩盖了犯罪现场 一切处理好了 这才找岳父母 就说李雪 前天晚上出去 就没回来 我这来回找也找不着 咱们报警去吧 最后啊 警方也在徐雷 反复查看的那片空地里 挖掘出了李雪的尸体 最终徐雷机关算尽 但依然难逃 被捕的命运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北门江命案 这案子呢 发生在海南省啊 听到这个名字 海南丹州的听友们 肯定不会陌生 这北门江啊 就流经丹州古城 因为是流经古城的北门 所以得名北门江 这丹州市呢 有两个镇 一个叫中和镇 一个叫牧唐镇 这北门江啊 是这两个镇的老百姓 赖以生活的一条河流 可以说是当地老百姓的母亲河了 2014年9月1号晚上 有两个中和镇的居民 在这河里边啊 乘着小船在捕鱼呢 突然就在河面上 发现有个物件 不太正常 看见一个白色的物体 这渔民呢 就往那白色物体那边啊 划船划了过去 过去之后 就看见有两只人脚 浮在这水面上 这个白色物体的出现 让这两位渔民朋友 可慌了手脚了 因为看见两只人脚了 所以也不敢细看 也没心思继续打鱼了 慌里慌张的就往岸上滑 平时赖以生存的河流 突然出现了浮尸 这就让那两个渔民非常的不安 跑上岸之后 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丹州市公安局中和镇派出所 接到报警电话的时候 也是晚上了 他们呢 立刻通报给了市局刑侦支队 连夜赶到了村民打鱼的这片水域 但是天色太黑了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寻找 才发现村民们所说的白色物体 然后警方啊就组织人员把尸体打捞上来 打捞上来一看 这是一具女尸 全身赤裸裸的 民警对尸体进行了初步的一个目测 估计尸体已经在河水里边泡了有三四天了 尸体呢 是全裸的 身上有铁线 有电线 还有块石头绑在身上 尸体腐败的还是比较严重的 再看 这个死尸的颈部有轻微的伤痕 但是经过河水的浸泡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 民警据此推测 这名女士生前肯定遭受到了暴力袭击 在夜幕之中 民警啊 在半径几百米的范围之内就进行搜寻 想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物证 但是找来找去并没有找到 这让警方有了疑惑了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赤身裸体 她的衣服在哪 这里是不是第一现场呢 警方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出来 这个地方啊 应该不是第一现场 这尸体是顺着飘过来的 那么第一现场又在哪呢 要想着解开这所有的 谜团首先得确定女人的身份 法医随后对尸体进行了DNA的采集和鉴定 但是鉴定结果需要一定的时间 并且还得和相关的人员进行比对 上传到数据库来进行一个比对 这边呢 在紧锣密鼓的鉴定着 那边呢 民警对北门江两岸还有河面就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警方沿着北门江上下游寻找 看看有没有遗漏的物证 但是这一趟下来收获很小 就发现了一条黑色的裤子和一件白色的上衣 再来调查吧 看丹州市最近有没有女性失踪案呢 这一查发现在八月份九月初有五名女性失踪 其他四名女性警方都确认身份了 唯独这个死者的身份还要进一步确认 随后民警也发现 丹州市啊 有一家药店也报案了 说他们的出纳员失踪了 失踪当天的交班是下午的三点半 然后这个出纳员就拿着钱去存钱了 之后又回到这里上班上到五点 这才回去 民警马上就联想到 这个出纳员会不会就是河中的这具尸体呢 是不是他在去存款的路上被人抢劫 然后杀害了呢 而就在两天之前中和镇的老曾也到了中和镇派出所报案 说他女儿两天之前失踪了 这老曾啊也没有多少文化都有点急糊涂了 他只说他的女儿是在丹州市里工作 连工作单位也说不清楚 几天之前的女儿给他打电话 说给他买了茶叶要送回家 刚接完女儿的电话 家里边啊就出了一件大事 这老曾的老父亲突然病重了 老曾呢一直陪到第二天上午 自己老父亲脱离生命危险了 这才想起女儿这马子事 这时候啊老曾的儿子就告诉他 说女儿呢根本没回家 法医就提取了老曾的DNA样本 也做了鉴定 三天之后两份DNA的鉴定结果都出来了 惊人的一致 也就是说死者就是老曾的女儿 这个女孩啊叫阿莲 得知死者身份之后 民警对全市的失踪人员重新进行综合比对 又调查了阿莲生前的工作情况 发现阿莲正是丹州市那家药店失踪的出拿员 这阿莲呢毕业于海南卫校 五年之前就在这家药店工作了 阿莲特别的勤奋 特别的敬业 为人的也很热情 很善良 同事们都很喜欢他 阿莲也特别顾家 家里边除了父母之外 还有哥哥 有弟弟 当年8月29号那天 他呢 向店里边请了两天假 准备回家 那天交完班 就拿着钱去存账了 这正是民警们担心的 因为阿莲是一个人去存钱的 会不会是在去银行的路上出现了意外呢 经过认真排查 发现药店的财物并没有什么损失 而且刚才咱们也说了 阿莲是在存完钱之后 回到药店上了一会儿班 这才又离开的 阿莲离开的时候啊 同事们也都看见了 阿莲呢 出来之后去茶叶店买了茶叶 药店的同事们接着上班 当天晚上同事还给阿莲打过电话 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这药店的老板又给阿莲打电话 说有点事情要问他 可是这时候就一直没人接通了 就这么着 同事们以为阿莲回家休假 也没再打扰他 可没想到第二天下午 阿莲的弟弟就把电话打到了药店 就问说我姐在上班吗 然后同事就说不在呀 你姐休假回家了呀 她没回去吗 这么一沟通 阿莲的同事也急了 阿莲的弟弟也急了 同事们呢 赶紧就寻找阿莲的下落 可是联系不上 一点音讯也没有 阿莲呢 平时跟同事们关系处得特别好 这都是特别好的姐妹关系 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很紧张 这时候 阿莲的父亲老曾 刚从医院回家里 想起女儿昨天打来的电话 就和妻子反复的在那推算女儿的行程 女儿说是当天就回家 按说昨天晚上就该到家了呀 怎么第二天上午还没见着人模样呢 全家人呢 都要急疯了 9月1号 北门江出现裸体女尸的事情 很快在当地就传开了 阿莲的家人呢 也听说了 可他们呢 始终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和阿莲有关 几天之后 民警找上门来了解女儿的情况 阿莲的父母终于明白女儿的下落了 这才知道感情 那具服尸就是自己的女儿 这一家人那是悲痛欲绝 而老曾的父亲原本身体就不好 这回得知阿莲被害 导致病发 很快就去世了 短短几天时间 失去了两位至亲 这样的悲剧 是老曾以及家人心理上承受不了的 民警们呢 天天在调查着 对任何可能的线索都不放过 当时警方也考虑了几个方面 通常我们经常说的 对吧 杀人情况 有这么三种可能 情杀 财杀 抽杀 阿莲呢 二十五岁 正是谈婚论嫁的年纪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情杀呢 民警首先对阿莲的感情状况就进行了调查 阿莲呢 别看二十五了 在当地来说啊 很多同龄人都成家 生子了 但是阿莲一直没交男朋友 这就基本上排除了情杀的可能性 而根据家人和同事的评价 阿莲为人 忠厚老实 非常的厚道 不可能有什么仇人 这也就排除了仇杀 所以最大的可能还是谓财杀人 可当时阿莲已经把药店的钱存进银行了 随身携带的也就是几百块钱现金 这就会引发谋财杀人案吗 这几个方面一一排除之后 警方这时候的侦破工作也陷入到了僵局 民警呢 就反复的向阿莲生前的熟人朋友家人了解情况 就得知阿莲呢 平时有一些习惯 就平时呢 他会把手机啊 金戒指啊 皮包啊 银行卡呀 都戴在身上 他回家的时候 身上应该还有手机戒指钱包这些物品 可由于阿莲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一具漂浮在河面上的裸尸了 阿莲生前的物品是一样也没找到 查他的银行卡吧 最近没有提款记录 但是阿莲手上戴的戒指不见了 包括身上的手机 给自己的父亲买的茶叶 也都不见了 由于这些物品的缺失 这就让民警有了新的侦破思路 死者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没在身上 那么会不会是凶手临时的建材起义呢 接下来再继续调查阿莲回家的时间和路线 民警推断阿莲有可能是在29号下午5点半左右 从半道上上车 坐车到牧唐镇 然后再从牧唐镇到中和镇自己家的那个小村子 丹州市到牧唐镇大概60多公里 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如果不出意外 阿莲的行踪应该能够在这条路上显现出来 民警调取了沿路所有的监控视频探头的这些视频影像 果然在牧唐镇一个十字路口那 发现了一个穿着白色上衣 黑色裤子的少女 经过阿莲的家人还有同事辨认 这个人正是阿莲 按理说阿莲已经离家不远了 那么到底是怎么出的意外凶手是谁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警方在牧唐镇的一个十字路口 在监控探头里捕捉到了阿莲的影像 根据视频显示 当时阿莲身后啊 有两个拉人的三轮车从后边就走过去了 阿莲呢也没理会 之后阿莲就往中和镇的方向走了过去 但是从他走过去之后 这个监控探头就拍不到了 那么他在这之后究竟是坐车回家 还是步行回家的 这个现在没办法确定 加上当时天色晚了 有光线的影响 再加上摄像头的监控死角 所以阿莲走出监控范围之后就找不到了 这一处监控也就成了阿莲生前最后的影像 但是仍然发现不了他被害的线索 侦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 咱们之前呢 说了阿莲的同事介绍啊 店主呢 那天晚上九点左右 给阿莲打过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难道之前阿莲就出事了吗 最后的那一段监控视频 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十九分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阿莲就是在晚上七点十九分到晚上九点之间出事的 而且是从牧堂镇到中和镇之间失踪的 由于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 从牧堂镇到中和镇还有六七公里的路程 一个女孩子那么晚的天 不太可能会步行回家 那么不想着走回去就只有坐车了 侦查员反复研究这段视频 尤其是在监控视频的那个死角的地方 反复的播放 终于发现了一个一闪而过的白色背影 警方啊 可以说是不屈不挠的 来看这视频 总算捕捉到了这个白色背影了 民警认为这个极其短暂的白色背影很像是阿莲的影子 而且看得出来是坐在车上 随后民警又根据这个影子倒着查 是哪辆车朝这个方向开过去的 经过倒查 民警恍然大悟 有一辆三轮摩托车 被民警啊多次看到 但是又多次忽略 那么这辆三轮摩托车的车主很有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 车主是谁呢 视频中啊 只拍到了车主的侧面 看不到正面的形象 根据他的体型 还有外观啊 做出了一个大概的判断 应该是一名二三十岁的男性 牧唐镇的这个十字路口呢 位于城乡结合部 是从丹州方向去往牧唐镇和中和镇的必经之路 人多车也多 一些专门跑农村的三轮摩托车呀 这都是非法运营的 根本没有过登记注册 斯兹拉克虽然是非法的 但是当地这种情况呢 又很多一时半会儿很难对这三轮摩托车进行排查 警方啊经过不懈努力还是掌握到了相关的情况 平时在这十字路口跑三轮车的 一共是108辆 对这108辆车逐一进行排查 着重排查那些案发之后突然离开的 或者是突然就不跑了 不拉客了 不干了 这种情况一共是有七辆车 根据侦察员调查这七个人里 有三个人是因为出了车祸了 所以他没办法接着跑车了 还有三个人呢 是因为家里边有喜事或者是有白事 也就是有丧事 家里边有大事啊 人家这也没法继续跑车了 唯独剩下了一个人姓蔡 这个蔡某在案发之后的几天 都没有到牧唐十字路口来拉客 并且这个蔡某还在村子里边打听了解警方的动向 既然如此 这蔡某的作案嫌疑 那是猛然上升啊 民警立刻对蔡某进行了全面调查 发现蔡某啊 是当地的一个居民 家里边呢 有老父亲 还有一个14岁的女儿 几年之前离婚了 还有过犯罪前客 2006年的时候 他因为盗窃被判处一年零九个月的有期徒刑 这个人呢 有一个恶习 那就是试赌成性 就是喜欢赌博 当然综合这些信息 依然没法断定蔡某 是不是就是此案的凶手 另外 阿联随身带的手机 戒指等物品 去向也一直是个谜 没有找到这些物品 那么蔡某跟这些物品会有关系吗 阿联用的手机呀 是当时比较新款的小米手机 警方就估计凶手不太可能把这手机给扔了 有可能自己用或者是拿到手机店去卖了 警方呢 就对当地的那些手机店来进行排查 侦察员来到了牧唐镇最大的手机店调查 老板就说呀 前几天呢 是有个人到我这卖过手机 他说四百块钱给我 我说不要 然后他就走出去了 但他马上又返回来 问我懂不懂解锁 我说我不懂 你到下边那几家去看看吧 老板反应啊 当时这个人要卖的这部手机 跟阿联的那手机是一模一样的 同一型号 同一款型 颜色也都一样 民警又询问了手机店老板这个人的相貌特征 这老板呀 把这体貌特征这么一说 民警这么一琢磨 嘿 这不就是蔡某吗 这老板说呢 当时那个人呢 穿的衣服不太干净 看着样子呀 像是附近开摩敌的司机 接着 民警又调查了一家金银首饰店 店老板也说 前几天呢 有个人来卖过戒指 随后也跟警方说了这个人的体貌特征 甭管是身材还是年龄 也符合蔡某的特点 掌握这些证据之后 刑侦支队向局领导就进行了汇报 虽然还是有人认为 现在啊 咱们缺乏蔡某作案的直接证据 但是局领导果断下了命令 对蔡某实施抓捕 侦察员用极大的耐心 从一百多辆三轮车里找到了嫌疑车辆 并且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卖掉手机和戒指的线索 所有证据都指向曾经有过盗窃前科的蔡某 9月10号下午 警方顺利的将蔡某抓获 随后把蔡某带到了刑侦支队 展开了审讯 这蔡某呢 很狡猾 一开始啊 一脸无辜 反问侦察员 警官 抓我干什么呀 我犯什么事的呀 面对民警的审讯 蔡某先是狡辩 然后呢 就开始沉默 侦察员呢 跟他进行了多回合的较量 最终蔡某终于是心理防线崩溃了 突然就哭了起来 他呢 交代了一切罪行 原来2006年 蔡某刑满释放之后回家 无所事事 找不着正经工作 又不想着在家里边务农太苦了 就弄了一辆三轮摩托车拉克 经常在牧塘镇的十字路口 等客人 由于拉克的三轮车很多 客人攻不上啊 他呢 就常常在车上睡觉 8月29号傍晚 在混乱的人群之中 他发现了刚刚下车的阿联 等晚上七点多的时候 就看见阿联跟一男的 在同一辆中巴车上下来 并且发现阿联手上戴着金戒指呢 这和侦察员在监控视频里看到的情况完全吻合 但是跟阿联一块下来 那个男士啊 就只是同路的啊 同时坐的一辆车 跟阿联没有任何的关系 蔡某这时候就看出来了 哦 这姑娘是一个人呢 就上去搭讪 就问这个阿联 姑娘 你坐车不 阿联呢 也不理他 直接就走了 蔡某啊 已经描上了阿联手上的金戒指了 被拒绝之后也不死心 开车转了个弯又追过去了 阿联呢 看这师傅又过来了 就问了一句 去中和要多少钱呢 这蔡某就说 啊 15块钱 10块钱我就走 这时候蔡某已经在预谋抢戒指了 侦察员在视频里看到的 那个一闪而过的白影 还真就是阿联 坐上蔡某的车之后 手里呢 一直玩的新手机 手上的金戒指 也勾起了蔡某这种贪婪 开出了几百米 心怀鬼胎的蔡某突然就拐上了一条小路 阿联就问他 你去哪啊 蔡某就说 前面修路呢 从这儿啊 也能到中和镇 因为阿联是本地人呢 对路况了解呀 他觉得有点不对 想下车 蔡某不理他 一直玩了命的 往树林子深处就开 开到没人的地方 就对阿联下手了 蔡某从阿联手上摘下金戒指 这如意算盘也算是得逞了 又看见阿联随身携带的其他财物 干脆抢了一个干净 把戒指拿下来 手机抢过来 还把那些茶叶装在一个袋子里 然后把阿联的尸体扔到小树林里 自己开车回家 但是回到家里啊 怎么想怎么不踏实 为了掩盖罪行 他呢 又拿着铁丝绳子之类的东西 抱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放车上 先来到北门江 看看地势 接着就又返回了小树林 他怕阿联穿着衣服 会浮到水面上来 不利于尸体沉到水底 所以他做了一件 非常变态的事情 就是把阿联的衣服脱光了 绑上石头 沉入水里 然后呢 又把阿联的衣物 扔到了河边的草丛里 那枚金戒指啊 蔡某是记忆忧心 他说呀 金子的价格是280块钱一克 但是阿联那戒指看着个不小 实际上没分量 不到三克 卖了625块钱 案子破获之后 指认现场的时候 蔡某呢 还要求民警 给他戴个头套 他怕四村八乡的居民们 过来认出他来 但是 你不管怎么掩饰掩盖 大伙还是能认出他来呀 案子是破获了 但是在前几年啊 很多因为达成黑车 造成的命案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呢 也提到过 在这儿啊 再次的提醒这些女性朋友 出行的时候最好不坐黑车啊 其实不光是黑车 哪怕是正规的出租车 正规的网约车也可能会有风险 如果说啊 单身的女性一个人 尤其是在深夜的情况之下 或者在比较偏僻的路段之下啊 坐了车之后一定第一时间当着司机的面 给自己的朋友啊 给自己的亲人呢 打个电话 说一下我到哪了 我坐上车了 车牌号是多少 司机师傅们呢 一定是能够理解的 而这种行为呢 也能够给那些潜藏的不法分子 给他们以心理上的震慑 最大可能的避免危险事件的发生 行了 这个案子就为您抢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